好啦 鄉親啊 繼續要來講 坐坐文 坐哪一位 最舒適的 有夢有發文中來分享 說我堂仔 跟我雜班的坐位 上次熱門 有賣酒的民眾標示讚同 說上次的主要是因為 會當我來睡 坐文 經過便利 很多上班都要坐 你覺得上過坐菜時 跟他坐多一位呢 前前到朋友分享 發現很多人坐坐分 都會坐坐我堂仔門邊的地方 這是我雜班的座位 大家都說這家是坐分的生意庫 很多人都很認同 因為是要坐在旁邊 乖乖睡 跟小朋友當作倒閉 手會在同樣旁邊 真的很好睡 沒有人說哪裡都好 就是不需要坐在你沉 如果是個博愛車 才會陰氣盡去 不會坐在別人旁邊 體型龐大 就不會擠到人家中間 因為台北的捷運很方便 時間都不會說要站很久 說到臺灣在婚 正義負責利害的地方 雖然有人感覺坐起來 頂戶口 這是有安全過程 採用符合方式標準的 保雷協議 強化所的災設 如果發生火災提供方法 車身比較不會燒起來 也比較好便當 如果日本第一 正義是採用不了的災設 雖然坐起來 數時不過比較難清 夏天也比較不會通風 剛才人說 各國在婚 都有一些優點欠點的地方 不過臺灣在婚 乾脆又便利 也點點讓觀光客 歐洲改得起